2023历届与东记事讲第二集 入围的有 金色年华 感恩节画感恩上 叮当丁 您知道感恩节的由来吗 在1620年9月 有102位清教徒受到逼迫 于是呢 他们搭乘了一艘客船五月花 从英国逃亡到美洲大陆的 麻塞诸塞州的殖民地 当年冬天 有不少人饥寒交迫 生的重病死了 索性 在当地美洲原住民的帮助下 这些来自欧洲的清教徒新移民 学会了打猎 种玉米 种南瓜 而且呢 在隔年有了好收成 温泉主故事 小婷奶奶的独家料理 自私的巨人 温小婷 看到巨人 你会不会害怕呢 我记得啊 我在念幼稚园的时候 身高还不到100公分 而我的大舅舅呢 身高170几公分 每次到我们家来玩啊 他站在门口 几乎那个头顶都要碰到这个门框的顶了 哇 我看到他 我就会叫他 巨人来了 巨人来了 非常的害怕 他只要眼睛一瞪 我就担心 哇 是不是他要生气了 要处罚我了 我就变得乖乖的 非常的听话 2008年的夏天 非洲的肯亚竟然下棋大雪 科学家的看法是全球暖化 暖化只能够解释旱灾 饥荒 瘟疫 可是还有地震 海啸 种种灾难迎接不下 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 日本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啸 一方面使人不敢再夸口所谓的人定胜天 另一方面 人类也忧心忡忡 莫非世界末日真的即将来到了吗 人生五歌 靠主强强其乐 师比受更为有福 装退年 师比受更为有福 亲朋友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有人需要的时候 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当我们去给 去付出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乃是属天的福分 属天的喜乐 只要有人在听 我们就会为您继续讲 为了避免遗均之汉 欢迎留言或思续小编 分享本周你听到的好节目 愿东继续讲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